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猪架美食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板栗烧鸡 现在又一年一度又开始吃板栗的季节了 鸡我已经提前剁好了 搁一边备用 板栗我就提前给它外壳剥好了 好了接下来我们准备一点辅料就可以了 葱拍饼 打个葱结 姜切块 蒜也切块 食材全部准备好以后 准备一个炒锅就可以开始制作 锅烧热后加油 鸡块不用凑水 直接生炒 下锅 把鸡肉炒至微微发黄 下了葱姜蒜 加些料酒 加点盐 来一勺白糖提鲜 加点蚝油 稍微再加一点点生抽 加露500毫升的开水 开水没过鸡块就可以了 盖上锅盖 煮半小时 打开锅盖看一下 我煮了20分钟了 再把板栗已经可以加进去了 再次盖上盖子煮10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时间到了我们打开锅盖 好漂亮 抽锅前加点葱段 冷点明油增加色泽 翻一下 用大火酥汁 好了马上出锅 好了今天这道板栗烧鸡就完成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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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